大家好,咱们这一节课咱们来讲一下Permicius,然后集群 Permicius集群的话呢,非常说我们目前也没有一个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但是的话呢,也是出了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我们来看一下 扩展一个Permicius的话呢,环境我们通常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功能扩展,或者是水平扩展 大家看,功能扩展的话呢,就是使用分离 像监视的关注点呢,分离到单独的一个Permicius服务器上面 这可能的话,可以通过一个地理划分,或者是一个逻辑区域划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话呢,就相当于我们这一台服务器 然后使用Permicius,然后一个A接连,然后去监控 当然的话,这肯定有很多,有很多台主机,然后使用这一台 然后另外一个有很多的一个区域呢 我们可能使用再找一台,然后Permicius 然后那个进行一个分离 然后这样的话呢,然后我们后端都可以去调动 然后同一个,然后那的Manager 这是一个,这是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呢,是一种交叉型的 交叉型的是什么,就是说 根据服务来划分,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根据一个地理位置来划分 这边的话,根据服务划分是什么 也就是说,不管是哪一个区域的 只要是同一个服务的 我这个Permicius 然后的话,我们只取服务A的一些指标 关于一些主机的一些信息的话呢 我们使用另外一台去取它的一些信息 这样的话是一种,像是一种交叉型的 他们互相取的一个内容的话呢,是不一样的 这个的话呢,就是说每一个人都会取一台机器上所有的服务 但是的话,他们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这个的话是相当于交叉型的 这种那个功能扩展,还有一种就是那个水平扩展 水平扩展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是一个work节点 也就是说那个相当于一个干活的 然后的话呢,它是去一个 然后主机上去取一个那个matric值 去取它的度量值 取完度量值的话呢,然后去 给谁啊,给它一个老大 给他们老大进行一个处理 一个汇总处理,这种方式 这种的方式的话呢,就是说 主服器使用的是一个联邦API 然后去刮去 每个工人的一个聚合指标 这种方式的话,那个看了 然后是扩展了我们的一个集群 但是的话,肯定会也有很多问题存在 我们来看一下它都有哪些问题 这种扩展是存在风险和限制的 最明显的是什么 你需要从工作风险取一个度量子机 而不是从一个大量件和所有的度量 标准中提取 这种是精致踏实的一个程式结构 它并不是一个分布式的一个程式结构 所以说这种的话呢 它并没有解决我们那是一个分布式的一个查询 它其实的话呢,就是一个精致踏实的 然后一层一层的 然后那个网上提取 进行一个汇总 无非就是一个可以扩大我们的规模 然后我们的一个机器 我们的机器特别的多 然后的话,你可以部署几个 部署几个的话,来减轻减轻我们的一个 Permissius,然后这个节点 这个节点的一个压力 但是的话呢,它并没有达到一个 分布式集群,也就是说并没有达到一个高可动性 假如说这个挂掉的话,肯定是这个上面的服务 这上面的一个度量值肯定是没办法进行提取 就说这种的话,还是没有达到一个高可动的一个情况 它最多也就是可以减轻我们的压力而已 还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呢 就是说你看,我们这个上面假如说要去提取 我们这个服务A上面的一些指标的话 它是不是也是会同样的 然后就经过这一台 然后再经过这一台,然后也是把压力 然后去网上上面进行查询 所以说它并没有相应的把速度 然后进行一个提升 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的话并且你这样设计的话 还是要处理然后work,然后和目标之间的联系 不光你要处理那个work接连和它之间的一个联系一个关系 你还要去处理然后他们之间的一个相互关系 像那个主接连,然后和一个work接连 然后他们之间那个相互关系维持 这个也是要进行处理的 还有一个最后一点就是像你一个说句的一致性和正确性 我们来看一下 来说我们那个主接连的话 然后显示的时候 那是不是也要去抓取指标 抓取指标的时候它是一次按顺序从上往下 然后可能一个个去抓取 抓取的时候有可能他们有的时候也可能会抓取的一样 有可能有的时间差返回的不一致 有的时候你抓取的时候 这一期的抓取的时候可能时间 那个时间的话可能和这边 这边可能还没抓取回来 这个可能就先抓回来了 这样的话一个时间差也有问题 并没有达到一个数据的一致性和时间的一致性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的话 你看一次刮取那个work接连 这导致的一个主接连的结果可能出现延迟 并且导致数据倾斜和导致警报的一个延迟 所以说那个一个集群方式的像那个promissius 然后你要真正的一个做到一个集群的话呢 你可能还要去参考一些大量的资料 然后才能去做出来 但是其实做出来现在的话 这个集群方案的话也不是很理想 所以说的话呢 我们目前的话呢 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去关注这个promissius的一个集群方案 因为的话它这个功能还现在还没有进行完善 等到后续我们完善的话呢 我们再去做一个它的一个大量一个集群方案 你看还有一些那个问题 就是说将警报集中在一个主节点上面 比如说那个你看我们有是不是有三个节点 promissius 然后的话 promissius呢 然后的话 它后面是不是在三个台 它都可以设置我们的一个警报管理器 假如说我们这边前面的一个监控的一个指标 特别的多 假如说几千台集群器 或者是有可能三万台 你这样的话 每个work节点 然后这样的分布的话 每一个上面 就那个监控或者洗事台 那个这样的话 进一个汇总 汇总的我们主节点上面的话 是不是我们主节点上面压力就本身 那个这样的话就已经很大了 这时候的话 你是不是 那个你你把那个警报管理 警报的话 然后manager 你把它配置在主节点上面的话 就有可能 假如我们这个主节点挂掉 或者是我们的警报特别的多 它是不是也那个也照样是承受不住压力 所以这个这个 你假如说又配到重节点上面的话 咱们来看一下 除了主节点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 但是你要是把这个 another manager下贴到我们work服务器上面 在那里面也可能有识别问题 比如比如然后这里面的话 你配到这里面的话 也有可能造成一个识别的错误 或者说 你可能造成一个单点故障 这个就是目标 这个的话 所以说每一样都是有一些问题 但是的话呢 你那个单接点的话呢 就制造不会造成一个什么 不会造成一个所谓的一致性 丢失之类之类的 所以那个水平分辨 也就是说我们上面这种方式 然后的话呢 通常是一个最后的手段 我们当然那个 看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各种扩张方式 我们是一般的 是不会用的 除非你的规模特别的大 没办法 那个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节课 我们要做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 我们要做的功能就是说 通过一个共享分片 也就是说 我们这次要做的是哪一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里的话 然后那个画了一个图 看一下 专门那个画一个 画一个的话 就是一个怎么样的呢 就是说 我们会有两个work节点 一个主节点 然后那个 还有一个 然后manager 两个work节点的话呢 那个会去 然后我们的一个 去刮取 然后去刮取 我们的一个metrics的值 也就是说 去各个 然后各个node的节点上面 node的节点上面去 去获取一个metrics的值 然后的话呢 我们一个主节点的话呢 再去 然后各个work节点上面 再去获取 然后相用的一个metrics的值 然后这样的话 一步一步的 然后最终汇总的 汇总到这里 这个上面来 然后我们那个主节点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设置一些规则 然后的话 只是获取哪些 那个metrics的值 这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后面的话呢 就是我们上节的话 我们前面都已经做过的 就是一个 align manager 人一个集群 这个前面的话 我们是已经做过了 这节后呢 这节 这节 这节课的话 我们主要是做 这一部分 这三个 主要做这三个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 获取那个metrics的值的时候呢 它是中间的 经过一个哈希 然后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这边是有虚线 虚线的也就是说 它有可能去 这上面去获取值 也有可能 那个不用 用什么 它这个意思就是说 它们两个相当于一个 一个共享一个分片 这时候的话 它们经过一个哈希运犯的话呢 它们两个 那个监控的一个节点 是那个不相同的 不相同的 但是它们两个组合起来 就相当于 把所有的服务 都可以监控到 它们两个相当于 分工一样 你去监控另外一个服务 我就来监控这个服务 这样子类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创建一下 是三个节点 三个节点的话 就是我们最开始 然后174 然后去那个 做一个主节点 然后的话 175 176 然后是一个 那个work节点 然后这是三个 我们来看一下 174的话 是一个 我们之前的一个单节点 我们这时候的话 我们把那个 Permissius 然后它一个应用程序的话 我们把它复制到 另外两台上面去 ICP USR 路口 两个程序 两个程序的话 我们都复制过去 175 然后176 然后的话 我们把那个 目录也复制过去 然后的话 就有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入了角色的 还有一个 就是一个 那个 刮取目标的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这两个目录 我们都去那个 创建一下 然后是 etc promiles thus 然后它们下面 要创建哪两个 一个是 unlars 看到 还有 tagged 这样吧 这样吧 我们看一下 还有什么 tags下面呢 又有几个 几点 又有两个 把这两个 几点也复制过去 创建一下 然后是 notice 然后 这个docker 应该是没有了 其他都没有了 然后这无可接点的话 我们不用管一下 然后的话 这两个接点 创建一下 现在目录我们已经创建完了 我们把这个文件扣过去 然后docker 这个扣过去 扣到175上面 然后是etc 然后是176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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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node 节点下面呢 175 好 那个我们现在的话 嗯 我们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 然后把这个 接点去安装完 然后 去相应的目录 把它创建环 嗯 然后的话 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那个 嗯 一个组配子文件 关掉吧 这些东西 全部全部关掉 还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们的主配子文件 嗯 那个 嗯 我们的重啊 重配子文件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work节点的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 嗯 这个节点在上面的 这个配子文件的话 前面的话 基本上 然后呃 是我们前面都有讲过的 然后都没什么好说的 要全去配置 嗯 下面的话呢 嗯 那个是一个入了角色配置 这个角色是我们定义的一些 呃 规则 我们来看一下 嗯 没有烤过来吗 对呢 啊 这里面应该是 那个少烤了一个 我们来就烤一下 嗯 把我们在下面的所有的文件都烤过去 嗯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目楼下面去看一下 这个这些文件的话 都是我们前面都是 嗯 一个个都写过的 这个入了角色 然后的话 我们警报的话 其实 嗯 那个我们是不需要的 我们其实那个这三个警报 然后都不需要的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我们警报规则 然后我们只要放在这个主节点上面 我们那个这个这个呃 我可节点的话呢 嗯 就不会那个去和那个 我们那个警报管理区去 打交道的 所以说我们这边的话 嗯 其实在 在三个 这个文件和这三个文件是不需要的 嗯 我们重点去看一下这个角色 角色的话 就其实之前我们之前 嗯 自定义的一些 来看一下 一个是那个查看 我们的一个呃 那个CPU的 还有一个是内存 下面的话是一个 我们的一个磁盘 那个嗯 这是这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往下面看 下面看的话 就是一个呃 我们一个几个呃 交保工作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 是那个呃 Permissius 然后这一块是 比如说 它是对自己的一个监控 对自己的监控的话 我们这边是使用的什么 我们使用的是一个呃 DNS DNS自动发现 DNS自动发现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我们这边是 这个是一个服务名称 然后后面是一个IP地址 对上那个是一个协议名 是一个协议 那是TCP协议 然后后面是一个域名 我们前面那个啊 DNS那边 呃 我们也已经那个 讲过这个方面 嗯 下面都是一个 呃 那个一个一个标签 标签的话 这个是那个是干嘛的呢 这个是一个 把标签 然后重新打标签的 比如说那个把之前的一个 嗯 那个adress一个地址 这个标签 然后把它那个 呃打成一个什么标签呢 打成一个 呃 天母P哈希的 一个标签 打成这个标签之后呢 也 然后又把这个标签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标签的话 是不是 那个 这个标签什么又保留 所以那个 这一段的意思 无非那个 就是一个 相当于一个重新打一个标签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又做一个 呃 哈希值 然后那个 这样的话呢 他们他们之间的话去刮取配置的时候呢 他们两个那个 呃 会根据 会根据我们的一个配置文件 然后那个去 呃 来决定 然后谁去 谁去刮去 呃 那个 谁去哪个节点上面 呃 去哪个节点上面去刮取一些配置 呃 这个 那个 这个2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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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us 2 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是代表我们一个 呃 我们有几个work节点 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是有两个work节点 大家看一下 有两个work节点 所以这个的话 是一个2 然后的话 在那个 嗯 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然后的话 这个边是那个 一个匹配值 一个正在表达 这个匹配 匹配的话 我们匹配的是哪一个 这个1 这1的话 都代表是 我们匹配的是work1节点 这里 这个work1 它都实际上都代表 那是一个 第二个节点了 因为我们第一个节点 第一个节点的话 是一个work0 然后那个 第二个节点是 那个work1 然后这边的话 也相对应的 要匹配上 这里 这两个要对应 然后的话 我们这是两个节点 嗯 再下面 下面的话 都是和我们前面 那个介绍的 那个都没什么区别 这就是我们前面的 无非就是每一个 呃 教堡工作上面 都加了一个 那个 这几段 看一下 都是匹配 都一样的 这个也是 这是一个docker 然后 再往下 这往下的话 一个是那个 嗯 allowed manager 看这个也是一个 DNS服务发现 然后 那个下面的话 又是一样的 那个 那个这个上面的话 是没有什么好特殊的 是那个比较特殊的一点 就是一个 这里 有一个work节点 work节点一都代表 是第二个 第二个work节点 然后的话 这里 然后是 那个指名 有几个work节点 嗯 这边的话 就是一个匹配 好 那个我们去 来把它复制一下 这个的话 我们175 我们 来做一下 嗯 这个配容量 我们是没有 所以说 我们这样 直接 复制过来修改 然后的话 我们这里面 那个1 全部改成一个0 因为我们这是 那个第1号 1号 在说第1个work节点 全部改成 改过来 然后这个是work0 然后这个是work0 哪里有没有录改掉的 好 那个现在可以了 然后的话 我们这个已经完成了 嗯 嗯 我们来起一下 这个 刚刚config file 嗯 这个的话 我那个 我都直接 那个没有使用 那个noharbarmini 然后去启动了 然后的话 这里的话 嗯 这是为了 嗯 让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 是不是有没有正常 正常的启动 嗯 正在确定完正常启动的时候呢 你再可以把它去放到后台启动 然后我们这里 证明的话 我们也来配一下 noharbarmini 然后我们这里面也进行拷贝一下 拷贝的话 这个应该就都不用改了 这是1号节点 这里写的那个是1的话 然后我们就代表是 嗯 第二个work节点 这个 那个没什么好改的 好 那个我们这个也启动一下 嗯 这里面那个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这里面也是封了一个tag tag的话 嗯 我们之前 那个都定义过的 我们 刚好那个 再来看一下吧 因为有些人可能 改来改去 有可能就改乱掉了 一个doc的 大家看到 这个真的是doc的 然后还有一个 嗯 一个doc的 还有一个是node节点的 看一下 嗯 那个这里面基本上 那个没有太多内容 好的 它基本上就使用了 这那个 这两个文件 嗯 总共有三个文件 在这里面是 这一个 然后还有这一个 嗯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 嗯 我们入了90色 然后我们这里面的话 我们也起一下 好 这样的话 我们是那么 嗯 两个节点都已经起来了 大家看到是有一个 有一个错误 嗯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配置中间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配置中间 是不是 能有那个 嗯 我可以接点 看这是不是缺什么路了 都有的 目录在 目录在的话 我们看一下 175 175都正常的 175应该是正常的呀 嗯 work1节点 然后的话 最主要的应该就是这里 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我们再来运行看一下 没事的 我们这个 这个他不用管他 因为他两个应该是 另外一个把它解析掉了 我们去看一下 现在的话 这两个都已经启动了 然后175 然后我们再把176应该 打开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他的tags 还有这个 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的话就是 那个是不是那个 两边都已经 那个获取到了 这个 那个174的话呢 嗯 是因为我那个 我们还没有启动 所以说那个174上面 那个是那个监控是当掉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他他这边的话 全部是通过一个哈希基范的 嗯 你看那个 嗯 aloud manager 然后这上面的话是 是不是没有监控到 然后这边的话是有两个 是不是 我刚好我们后面两个 两个的话 这种是什么方式 使用我们一个DNS DNS然后自动发现 那是来实现的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现在的话是有 是不是有两个 然后这边的话呢 那个他是 他经过哈希基范的话 他是那个一个都没有 他结果那个 他这边的话都不会去 拿取一个master的值 然后哈 一个Docker Docker界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 是不是有三个 而这边的话 是一个也没有 所以说他们两个是 互相不重复的 嗯 还有一个那个node的界点 node界点的话这边是 有那个 获取得到的一个 一个176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呢 这边是那个 剩下的两个 然后被他获取了 174和175 嗯 还有一个那个 Permisius Permisius的话呢 也有三个 三个的话他是 那个监控一个 他是呢 他是去那个监控两个 如果这样的话 他们两个人组合起来 就可以那个是监控 我们所有的一个节点 嗯 这样的话 那个虽然说 其实有那个有这种好处的话呢 其实有这种好处 就是说那个 不会造成一个 嗯 一个资源的一个浪费 但是的话呢 嗯 我们要是假如说一个节点 当掉的话呢 另外一个节点 他也那个 不会去那个接手 接手另外一个节点 成了一些那个 嗯 那个一个监控的 嗯 那个 唯一那个 我们现在就不去把这个 停掉一个 嗯 我们把这个175停掉一下 我现在把175已经停掉了 这里应该看不到了 看一下 哦 停的是176 大家看到我停的是176 然后的话 我们看一下176 所以176现在已经停掉了 已经没法访问了 我们要去那个看一下175 大家看到175 他并没有去接管他的一些那个 嗯 一些东西 大家看到了吗 他并没有去接管 所以说我们这样的话 他其实那个任何一个节点 是不那个是不允许那个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话就造成 然后我那个 嗯 我们的节点有些节点无法进行监控 这种方式的话呢 是适合于我们 嗯 我们哪些呢 我们就是可能那个 我们的一些监控的节点比较多 可以使用这种那个 嗯 功能性的一个扩展 好 那个我们在时候我们把它去起来一下 我们现在的话在那个174上面 然后我们就安装一下 嗯 174 174 我们就安装一下它的一个主节点 我们来看一下 主节点的话我们去编辑一下 嗯 把之前的一些删料 嗯 看到然后的话它这个定义的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的话就是一个定义了一个警报的规则 呃一个警报 然后后面呢我们说有哪些警报 然后的话 我们这里面是使用的一个呃 DNS服务发现 嗯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角色的一个定义 就是说我们去知定义的 嗯 然后一个报警的一个规则 这个的话前面我们是呃 是和我们前面的是一样的 我们这里的话都不会去给大家再去介绍这个 嗯 这个文件了 然后的话就是那个唯一的区别就是下面 下面的话我们就是重新定义了一个呃 一个呃 呃 那个里姆就是一个工作名称 然后的话呢 嗯 我们这边的话去呃 去哪里去获取那个呃 呃 这边的话都是使用的一个呃 又重新创建了一个文件夹 Worx 咱们来看一下 嗯 然后的话那个呃 下面的话那个呃 就是一个呃 那个 嗯 这个标签的话那个就是为了控制 呃我们的一个防止 我们的一个呃 基点之间的一个呃 Metrics标签进行冲突 冲突的话 那个测试解决这个冲突 这个问题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呃 路径 我们重新设置了一个新的路径 呃 防止他们之间互相性冲突 然后下面的话呢 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去呃 那个去 去这个这几个节点 你说这里定义的 也不是这里定义的节点吗 然后的话 我们去这上面去那个 获取那个Metrics的时候 呃 我们去是获取哪些哪一类型的 然后这时候的话呢 我们都可以去使用这种呃 方式形容匹配 嗯 像这种的话 那个呃 大家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我把它复制复制进来 这个字体应该是比较小 嗯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的话 这边是一个尖角后 然后是一个因死灯式开头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时候我们只去呃 只去这几个节点上面去 然后就获取 然后以呃 因死灯式开头的 那个一页那个 一页指标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那个我们就来保存一下 再看一下然后他这个 大家看到这个定义的话 就是那个从我们175和176上面的一个9090端孔 然后就获取一个Metrics的值 也就是说 他去从那个从这两个节点上 然后去获取一个Metrics的值 然后主节点 从这两个上面来来获取一个获取 嗯 我们这时候来看一下 去启动一下 好那个我们去访问一下 174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的这个嗯 Tags 大家看到然后我们这边上面 只有只有两个目标 一个是175一个是176 然后都是9090端孔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参数就嗯 没有很多 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嗯 这里面这里面的话这个是因为 嗯那个我之前有那个嗯 那个做过实验有缓存 然后的话我们把它清一下 嗯 嗯 把这个Data数据然后进行删除掉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来去这个上面去查询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我们只有那个因实真实 然后那个开头这几个 然后这几个的话都那个是不是 它一个默认的一个值 我们再来可以看到我们只有这三个 是不是可以 嗯174175176 这三个节点呢 然后那个嗯 那个node 然后呢 然后买取个的值 然后都可以获取得到 我们来 对比看一下 然后171176 因实真实 大家看到 同样的一个指标 这个上面只能获取到174和175的 然后我们把另外一个也打开 这个是176 然后这个是175 175的我们看一下175的 呃175的只能获取到176 176的 然后的话17 这个那个这个呢 然后可以获取到174和175的 然后的话我们那个呃 主结点呢 主结点的话我们可以获取到三个的 可以看到 是不是 嗯但是有一点大家可以看 可能可能想到 我这边呃 为什么只有三个 然后的话我这里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有 这个 有这么多 这都因为我们设置的一个呃 呃PP参数 这个的话因为页面一关掉 都没有了 所以打开一个 就是因为我们这里面 匹配的时候写的 新的写的一个规则 我们这时候我们想去获取 然后其他的一些那个参数的话 我们这里看 大家可以看到我想去获取一个 node的节点呢 呃呃 呃 像获取这些值的话呢 怎么办呢 我们去再去那个去写一下 这里 这个项果停掉 我们这个匹配规则 然后去修改一下 好我们这时候再来看 然后我们这个174是一个主节点 我们去看一下 看一下 大家看到 是不是那个 呃呃